Hello 大家好 我是Winia 我是Mandy 然後很快的一個月又即將過去了 二月要到了維生 所以我們就要分享我們二月的愛憂小物 我們的Favorite favorites 然後不免俗的 我們二月有很多美妝朋友給大家分享 也是我們這個月當中我們都是一直狂用的 所以呢我先分享因為我們在過年段期間 我們其實有去買了一些NARS的影印 然後我們兩個都各買了一盤 然後我們這個月其實我個人是蠻常用的 對 像妳應該也是 然後先介紹我的 我買的這一盤是Calihari 然後其實這一盤我已經關注它還好一段時間了 然後我一直都很喜歡這種冷色掉系的眼 因為它其實這一盤它就是比較透的感覺 那我會喜歡這一盤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上上去之後 就是會讓我膚色顯得更白 但是我覺得可能在暖色系的人身上 它其實我覺得它就非常不顯色 而且我看起來髒髒的有可能 對 但我是覺得這個盒也稍微有點技巧 因為其實我第一次買懷疑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用的很成功 我也把自己畫得髒髒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盒是需要一點技巧的 那我覺得如果妳是比較喜歡冷色系眼影的話 這盒非常的美 因為它非常的顯色 然後我今天也是用這盒眼影做的眼妝 好 接下來我要分享 我買的是非常非常暖的一盤 叫做ISO 就是其實這個顏色 那時候我們在KIMI的那個眼妝教學的時候 我們兩個都是用這一盤 可是因為就是剛剛姐姐剛剛說 它是冷色系的膚色嘛 所以其實那種壞在它臉上就是有一點 不太顯色嘛 對 它就是比較適合就是你知道暖色系的女生 它就是一個大地色系的眼影盤 就是淺色的是比較偏橘的 然後右邊就是比較深的 然後是咖啡色的眼影 就是因為你知道當然它們家的眼影 就是非常非常顯色 所以我覺得就是大家真的值得入住它們家的一盒眼影盤 那就是因為超多選擇 一定會選到就是你喜歡的顏色 因為它就是已經兩次把你配好 所以就一色大地呢 一色放在KRIX的地方 就每天上班都不用想 就可以直接花出門了 真的耶 過了一段期間我除了買眼影之後 我個人還購入了就是YSL的唇膏 然後我本身這個系列大家應該很熟 這個系列真的非常的紅 然後我個人是原本也有兩支 但是有第三支 因為我就很喜歡它的Formula 然後它的packaging 就整個它都我很喜歡 然後它新出的顏色我買的是46號 它是我今天就擦這個顏色 它其實是一個比較偏橘的紅色 但是我一般我是比較喜歡偏粉的紅色 這就是比較珊瑚色系的 那我個人是覺得好像其實 我就擦上去之後還蠻適合我的 我是有那種西瓜的感覺 就是不會太intense的紅色 那我覺得很推薦給大家 因為它這個質地其實也是比較sheer的 不是那種很matt的質地 所以其實我覺得雖然是紅色還是很好駕馭 我覺得它是蠻日系的 沒錯 然後因為它其實 它新出的色號中 蠻多是偏粉色系 然後這支是台灣女生 跟日本女生 比較有人在追捧的 因為我想一些色系 比較適合我們亞洲 對 那很突然大家 如果你很想再多購入一支 YSL的唇膏 你可以考慮我這個 46號 然後這個是我們之前的Vacela影片中 有介紹到的 就是請朋友幫我們帶回來的addiction眼影 然後因為它單色 然後它是非常 它就是一個也是比較貼近我 膚色 就是比較帶粉色基底的一個打底色 然後我都平常我出門 如果我很感濕 完全不知道我眼中畫什麼 我就用手再來 然後整個就是大範圍 都在我眼皮上 我就覺得我眼皮整個提亮 然後又感覺比較有溫度 我就可以出門 所以我很想用它 就是單用會會用 然後如果說比較有時間的話 我要再加一些別的顏色 比如說NARS或其他眼影在放在crease的地方 就會覺得暈染了 不然的話我覺得 單用其實就非常的夠了 然後最後一個月 我其實很愛用它 然後我覺得addiction眼影一定要入手 因為它顏色非常的多 然後我覺得我買的三個顏色 都完全就是沒有失望 其實它我覺得addiction眼色真的很顯色 它顯色的方式跟NARS又不太一樣 因為我覺得這就是歐美 是一個日系版的不同 因為像NARS它顯色裡 它算是有點那種金屬感 就是很實的顏色 就是會完全把你原本眼皮蓋掉的感覺 可是addiction它雖然我們說它很顯色的 它是又很有透明感的 就是看你喜歡哪一種 就是妝感 就是我覺得歐美性眼影就是很高調 然後日系也是很低調 有點低調奢華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如果說 因為台灣女生大部分都是 比較常用可能開架都是日系為主 那如果你想要就是進階想要試試看裝備的話 然後我覺得addiction是你一定要試的 因為它價位也沒有跟開架差那麼多 大概500多塊一個 沒錯 然後推薦給大家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分享的是 我們兩個一起購入的一個新產品 就是MUJI的這個 大家有看到嗎 它就是MUJI的超音或香噴武器 就是我們兩個都是晚上睡覺的時候會使用的 它就是我們準備要睡覺前 我們就會先就是滴入一些精油 然後它就會就是 要噴霧式的方式 就是會瀰漫你整個房間 然後就是你反正就會充斥的那個精油的香味 就會讓你就是你知道工作 會幫你放鬆你的心氣 會讓你就更好入睡 就我們兩個現在都覺得 我們晚上就是 三秒入睡 然後可憐怎麼醒過來 我們兩個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買這個造成的 就會讓整個房間就是很香的味道 然後會因為我們選的味道 可能是比較就是讓你 橙子橘子的味道 橙子橘子的味道 對是比較讓你好睡的 所以整個房間就是充滿著橙子橘子的香味 就覺得好甜的味道 這樣帶著我那個香味就入睡了 所以真的覺得 我們生活的質感就是大概增加大概十分 沒錯就是覺得睡覺的時候 覺得睡得更熟 讓你隔天你比較有精神 好接下來呢 就我要分享一個是 不是美中的產品 是我新發出 因為我又換了新的手機 iPhone 那我就不想要再給你吃 因為你知道Drop很多音樂在裡面 就賺了記憶體 所以我就下星9天我要找一些 新的聽音樂app使用 然後不是我 以前我都是用Spotify 可是又不知道我什麼 Spotify 就我不想付費 然後我就Spotify一直不能用 所以我就找到了這個app 叫做Mixer Bar 3 然後我覺得這很好 就是因為我以前 有時候常常會在YouTube上面 聽音樂 然後我就會就是把我喜歡的歌 就放成一個歌單 那因為這個app裡面的所有的音樂 因為都是從YouTube裡面匯入的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匯入你原本的YouTube上面的 就是一些影片 還有很好的是 所以它裡面也會像Spotify一樣 會有推薦的 就是你知道熱門的歌單啊 或人慶精選這樣子 都非常的方便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我也是就是YouTube的重度使用者 然後我也很常在上面聽歌 那我以前都是會要就是把它download下來 然後放在我的iTunes裡面 但是我就是 因為一般人也不會那麼常去更新手機裡面的歌 然後因為我有 無論是16句 所以我其實沒有很大的容量可以裝音樂 所以如果說我想要不停的換歌 變成我要常常就是去iTunes做更換 那我覺得有它的話就很方便 因為只要 因為其實我因為大部分人都有那個網路使用 因為我們都吃到飽 所以 因為它是一定要有網路的情況 它只能聽YouTube的歌 所以就很方便 就是不在你手機的流量 可是你還是可以 盡情的聽你想要聽的歌 然後大家也可以跟我們分享 就是2月你發現什麼好愛的東西 或是你愛用什麼東西 或是你對我們剛剛看到的 有什麼疑問 都可以留言給我們知道 對 好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我們這影片 記得要幫我們按讚 然後就我們額外呢 還有Facebook的專頁跟YouTube的帳號 然後我們的帳號名字呢 就叫做LiveInside 大家記得去追蹤我們喔 然後呢 大家還要記得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這樣我們出新影片的時候呢 你才能及時收到通知 那我們就下一影片再見囉 掰掰 可以了啦 在裡面看那個眼睛好像 好了 換掉 艾恩娜這個角色 她從男生變成女生 又跨性別者的故事 所以是一個性別認同的故事跟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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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遲留 它們還能夠 我可以看到 你 以上で終わりたいと思います